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高中毕业于成都第七中学 导演说 我们想听北大的 我说北大又是好稀罕的 北大的故事那么多人都说过了 可是成都其中的故事 可是显为人知 我发现就是大家总喜欢拿那个什么名校出身啊 来标榜自己 总喜欢说自己是什么清华的 北大的 就特别讨厌 特别看不起 我觉得没有必要 就自从我用北大的毕业证找到工作之后 我就再也没提过 这次去浪姐 他们也没找我要毕业证 我都带过去了 他们也没看 白带了 我在北大呢 我是学这个考古系的 就我不知道大家自己的专业 有没有这种成见 来自大众的成见 但其实考古挺有意思的 它其实是个非常综合的这么一个学科 我们就要学器物史 我们要学素描 我们还要学人体骨骼学 就学得很全面 它看上去是一个特别冷门的专业 但是它其实很实用 就这么说吧 就比如说这个时候 如果有一副骨架 从远处朝我走来 我一眼就能看出它是男是女 然后我在大学的时候啊 我和我的搭档杜凯组了个乐队 然后同学开玩笑说 哎 你又考古又搞音乐 你是不是喜欢编中 编中不是我们的风格啊 我们是搞爵士乐的 其实我们做乐队非常辛苦啊 特别是刚开始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去酒吧住唱的时候 我们唱三小时就给两百块钱 然后我和杜凯一人一百 当时我们就决定就是 这个乐队一定不能在家人了 然后毕业的时候 我当时拿到了这个考古系的 保研名额哈 哎 没什么 这都很司空见惯 当时我放弃了去这个深圳独演 我留在北京工作和做乐队 然后我搭档听到这个消息的 他就特别感动 他就哇哇大哭在我面前 说以后演出可以跟我四六分 然后我说二八 然后他哭得更大声了 一百块都不给我 有人会问你怎么能讲这么老的梗 这是考古梗 然后很多人说我是斜杠青年 其实斜杠挺难的 它需要在这种不同的身份 不同的状态之间去转换 就是有时候演出演完我已经很累了 但是我必须要去写第二天的PPT 就别的乐队是在赶场 然后我们是在赶稿 然后我还遇到就是我们客户 他每期明月要来看我的演出 然后其实是来推稿的 就演出完了 大家都在喊 Uncle Uncle 然后那边有个声音在喊 交稿交稿 我当时在台上我就想 这个书画 无乳糖牛奶 这个广告应该怎么打呢 然后我边想我就边念出来了 熬夜改稿来一口 演出赶场来一口 书画无乳糖牛奶 怎么喝都好吸收 打完了啊 小李 咱们专业的广告人是不是不一样啊 刚刚变革说了清华的这个校训 我也说说北大的这个校训啊 就是博学审问 慎思明辩 怎么样 这个就是网上流传的北大校训 其实北大它是没有校训的 但是只有上过北大的人才知道 但现在你们也知道了 好吧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要尽可能做到博学审问 慎思明辩 在我看来 北大是一个自由包容的 它有像许志远那样 浪漫 执着 追求意义的浪子 也有像我这样 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浪姐 那我感觉现在的毕业生 大家好多都很焦虑啊 其实我觉得可以随性一些 做自己喜欢的事 就不要被专业限制 不是考古出来就必须得挖地 也可以来这儿讲考古梗 然后最后送给大家一句歌词 是我毕业之前比较迷茫的时候写的一个 别担忧还要再过多久 才能过你想要的生活 把明天的烦马交给明天 但今天别想了 谢谢大家我的练 好好好 行吗 非常好非常好 第一次抖手啊 有简历吗 我们说我抖手带会就要像你这样演 我们都要准备学你了 我是杨丽 在台上就很帅很帅 酷 谢谢 唱得真好 是不是没有听够朋友们 等一下会有一个惊喜 我们这个创意总监 专业的广告人 作为小李呢 我也要展示一下了 好友好友梗 快乐不用等 感谢 加一点就好鲜好鲜的 海天好友独家冠名播出 无言无语 无辱汤 咻的一下就吸收 感谢就要好吸收 营养不将就的 说话无辱汤牛奶 赞助播出 买保险上哪找 微信服务找微宝 感谢 真的懂保险的 腾讯微宝赞助播出 真的这么好吸收吗 兄弟如此别致 不是本地人吧 我来尝尝 这么冷的喝 冷行吗 不要太舒服 最近减肥 我也三天没吃了 空不喝大量喝冷着喝 怎么喝都舒服 特别适合你啊 一起说吧 书画无辱汤牛奶 更适合中国人体制 书画无辱汤牛奶 真的怎么喝都好吸收 我们公司有一句老话 文案写得好 要饭要到好 不知道 这个诅咒能不能 在我们俩的身上停止 我俩都是文案出身 太惨了 接下来要上场的朋友 大家很熟悉了 姚明呢 说自己洗衣服 他说真的吗 周星驰说 经常出去逛街 他说不可能啊 郭德纲说自己做菜 他说我不信 我也不知道 他是怎么做到的 但访谈节目 还是很成功 被称为中国的奥普 让我们掌声 有请 大家好 我陈鲁豫 其实 我还真见过奥普拉 我们俩这事儿聊过 我说你知道吗 在中国有媒体叫我 中国的奥普拉 他说哦 Really I don't believe it 学会了 今天这场是毕业专场 我大学实习在国际频道 我记得我在那儿犯的 唯一的一次错误就是 把当天要播出的 国际新闻的母带 给洗掉了 然后当时我觉得完了 就因为我 全世界人民今晚都没有 国际新闻看了 还好那个母带有辈分 然后我们领导居然没怪我 还对我赞赏有加 他说 别看人家 还不会播报国际新闻 但人家会制造国际新闻呀 后来 凤凰卫视给我发来了邀约 但我有点犹豫 因为你看跟央视比吧 凤凰当时的平台不大 人不多 然后又人生地不熟的 我觉得挑战特别大 但唯一欣慰的一点就是 工资高了一点 然后年轻人就得接受挑战 就喜欢挑战 所以我当时就是要挑战 高工资 大家应该也能听出来 就我们那时候就业压力 确实没有今天这么大 所以我们的经验对你们来说 我觉得没有什么借鉴的意义 但是进入社会以后 就是会有些 你不知道从哪来的 所谓的过来人 不由分说的 就要传授你一点经验 这个就是我今天给年轻人的 第一点经验 现在就业形势真的挺严峻的 我也确实没什么特别好的建议 所以我们可以听听专家怎么说的 专家说 找不到工作 你可以把闲置的房子租出去 私家车用来跑滴滴啊 这个回答对年轻人就很有启发 如果你没有工作经验 你又想快点找到工作 可以去做一名专家 到了凤凰以后 我做的第一档节目 叫凤凰早班车 每天凌晨四点起床 七点直播 八点直播完了以后 可以回家歇一会儿 然后中午十二点又开始直播 真的特别累 我那时候就特别盼着 能不能生个病 我可以歇两天 但绝了 那几年我身体好得令人发指 然后 每次我去体检 那个大夫就看着我说 哎 没问题啊 你这么健康 你工作肯定很轻松吧 我谢谢你啊 我说我天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啊 大夫说 真的吗 我不信 给我气的 这大夫讲话怎么这么难听啊 给我头都气大了 当时我记得我 每天凌晨四点 披头散发地出门 八点多播完新闻 浓妆艳抹地回来 然后我住的那个大楼 开门的是个大妈 大妈看我的眼神就 越来越好奇 到后来大妈实在忍不住了 就悄悄地问我说 姑娘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我笑的时候我说 大妈您别误会 您看那个早间新闻吗 上面有我 大妈说 哟 你都上新闻了 还这么骄傲呢 然后呢 做了几年新闻节目之后 就有了我现在自己的这个栏目 叫鲁与有约 然后有人就帮我算了一下 说你采访了一万多人 这么多人 来自不同的职业 但是有个特点 就是来的每一个嘉宾 他都经历了人生的起伏 然后最后 他们都走了出来 所以我也思考过 就是 为什么他们最后都能走出来呢 因为 没走出来的 我都没请 然后 做鲁与有约这些年吧 就老有人吐槽说 你就会说 真的吗 我不信 其实吧 我没有那么不信 就是 想引导他们能说出更精彩的故事 只不过有些时候呢 他们也并没有被我引导 就特直接地回我 你爱信不信 今天让我给毕业生有一些建议 但是我觉得毕业生已经听了太多的建议了 我真正想建议的 是那些在职场上有话语权的人 就是永远不要低估一个人成长的潜能 毕竟 大家都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 多给年轻人一点耐心 如果你给不了他们耐心 至少给他们一份工作 那如果你给不了工作 就给我安静 我知道 今年对于在座的各位 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 的确是比较艰难的时刻 但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 给自己那么一点时间 就相信自己一定能够走出来 我呢 就尽力 一直在鲁语有约 等各位说出你的故事 到时候 不管你说什么 我都信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